好 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大哥拜託你 拜託你讓一讓 先讓我來做 萬一最後的結果 萬一出來的是韓國瑜 而韓國瑜不讓 大哥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也整理了 大家的疑問就是說 禮拜一郭董下午要宣布 他未來的動向 第一個 是不是說 韓國瑜在思考之後 韓國瑜說就讓大哥做吧 所以他宣布退選 然後讓郭台銘 來代表國民黨參選 對 這也是一種可能 這是一種可能 再來就是說 就韓國瑜如果不退選的話 我們郭大哥 郭董 是不是郭韓沛 還是韓郭沛要怎麼喬 對 這一二名之間要怎麼喬 你今天不是這樣說的 你說不會韓郭沛 因為他是大哥 對 可能大哥還是要先做 大哥在前面 二弟在後面 或是第三個 如果二弟真的是不領情的話 那我們去外面找小弟嗎 就是說郭台銘 是不是可能退黨 跟柯文哲來合作搭配 今天柯文哲也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還沒發生的事 他不煩惱 不過我們來聽聽看 郭台銘被問到昨天拜託之後 到底他的下一步動向是什麼 他自己怎麼講 我們聽聽看 我想韓市長的這個全民結構是 其實他的排他性很強 但他拓展到其他範圍也很弱 那這中間我就不相信 民進黨人那麼愛韓國瑜 如果說今天 如果民進黨能夠把綠人 突然之間改變了心意 那我覺得說 這就有問題 我要恭喜韓市長 就是說他已經突破這種 這個愛恨真名的這一段 我覺得這次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你真的不排除脫黨參選嗎 我想我到禮拜一看到數字 現在沒有看到 看到數字公布出來的結果以後 那麼我想我會 那時候才開始思考 我到底下一步要怎麼走 但不管怎麼走 我是希望守護中華民國 守護這個台灣 觀眾朋友有話要說 很多人在線上了 桃園的孫先生 孫先生你好 你好 大概給我一分多鐘 我講四點 你說 去年的韓國瑜 他沒有什麼知名度 他是靠著到各家電視台 廣播媒體 宣揚理念打知名度 但是現在家家戶戶都知道的 郭董卻要下廣告 我大前天還在民視的 八點檔廣告時間 看到郭董拉票廣告 很離譜 我覺得感嘆就是 郭董錢太多 然後第二點就是 我這幾天仔細看 國民黨頒給郭董 榮譽狀是郭董的媽媽 借了4500萬給國民黨 所以不是郭董借的 榮譽狀應該要頒給 郭董媽媽才對 所以郭董媽媽要出來選嗎 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搞錯對象 郭董這個四連黨員 是根本沒有資格 參與國民黨內的總統出選 然後第三點就是 去年韓國瑜 有不可能變可能 翻轉了高雄 韓國瑜就像是 美國大聯盟的外卡 外卡就是敗部復活 立兵到底 讓人敬佩精神 但是郭董說 他是中華民國的外掛 外掛是偷吃部的作弊方式 被發現的話是人人喊打的 會被取消資格 如果郭董大喇喇說他是外掛 難道他強調他外掛 是鼓勵大家用偷吃部 作弊的方式去做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郭董 應該為他自己講出外掛 是道歉跟退險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我想告訴郭董 如果下次韓國瑜 有辦集會活動的話 我建議郭董 您微服出巡 全程參與 您就知道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金更難買 韓粉的驕傲 我說直白一點 那就是很多東西 郭董你買得到 但是韓粉的熱情 和驕傲你買不到 我再強調一次 很多東西郭董你買得到 但是韓粉的熱情和驕傲 你永遠都買不到 謝謝 謝謝很驕傲的孫先生 這四點講得非常條理分明 我們來聽一下淡水 蘇小姐的意見 蘇小姐 你好 你好 是 我是蘇淡水 感謝中天的電視 還有各位來賓 謝謝 因為有你們94的無色覺醒 因為中間顯民太多了 我就看那個郭董 他是有錢 他就用錢一直下去 但是韓國瑜他的真誠不破 他到真的真的有在做事的人 我從頭到頭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晚上都一點多 所以說就是慧文說的 你有鈔票 那我們中間顯民有選票 這是民意 民意你要去承受這個民意 要去接受民意 民意最大是不是 是 民意最大 民意在這邊 投票你家的事 民意 那個票一票一票是我們這個 中間顯民這樣一票一票 要蹬出來的 你看每次的那個 那個造勢 那個眼神是騙不了人的 那個熱情 那個郭台銘你有辦法辦 一次像韓國瑜這樣子嗎 我就欽佩你 你沒有辦法 你那一天板橋辦的那個 真的差太多了 好啦 謝謝 謝謝蘇小姐的意見 那我們再來聽到 這是台中的黃先生 你好 請說 你好 千惠 然後許甫 然後所有來賓大家好 先感謝文三博 強強棍大哥 你們這麼的支持韓國瑜 那個我就最近的 我一直看到的一個新聞 我很覺得很over的一點 就是黃光琴小姐 他當時為了要去出書 如果你知道韓國瑜 跟嘉芬姐是這種人 你會幫他出書嗎 你是有預謀的 所以你現在不斷的在年代 講他們怎麼樣 他們奪愛錢 真的是太過分了 講得正正有詞 第二點 很多在其他台的名嘴 根本不曉得農發條例 前後的規定 因為本身我是地產業者 我從事了27年 沒有這三年多來這麼難做過 這個政府很爛爛到 那個農舍不是756坪才能蓋 農發條例前本來就可以蓋 我希望嘉芬姐把它公開 啟造人也不是嘉芬姐 完全是沒有 當然他的籃球場違法 那我們已經敲掉了 是農發條例之後 自然人都可以買賣農地 才有這些規範的 不要再打這個 然後再來為了那個 香蕉煎餅那個大姐 被這樣子霸凌 我希望中天不斷的把全部的原文 放在網路上 放在你們的 你們的App裡面 讓人家能夠去看 是他被誘導去才 才犯下這個錯誤的 然後再來呢 我在國有財產局 他們當時打維多利亞的時候 我就有傳資料到 韓正寧裡面去了 因為我懂這些方面 余政縣他們三萬多瓶 才租1.3塊 韓市長他們租7.8塊 什麼叫做 而且批文的人是蘇貞昌 我有去查過這些 蘇貞昌還說隔空抓藥 他當台北縣長 他早就入閣了 他第二任就入閣了 不要這麼的過分 然後來欺負 韓國瑜他們這一家人 我希望中天不斷的幫我們支持 我也希望文三伯你們有來台中 可以來找我 謝謝黃先生的意見 黃先生很厲害 這個發揮專業的意見 抽絲剝繭去分析很多事情 我們來聽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今天要講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請郭董來簽這個公約 他一定願意簽 這個是所有參加 包括民進黨在內 所有參加中華民國總統 候選的人 要簽一個公約 那就是當你選上了總統 而大陸的所有民眾 都一股瘋的要你們 要這位總統去領導大陸 到北京去領導大陸 請各位一定要簽一個公約 那就是你不能去 大陸要求你去 你也不能去 就好像從高雄要選 中華民國總統是不可以去 道理是一樣 所以你就不能去領導大陸 不能統一中國 如果大陸民眾這樣要求 我問一下 昨天郭董說拜託大科拜託你 希望說初選之後 希望大家創造三贏的局面 要支持他 那你聽到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的話 這個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請問郭董 韓市長他是經過國民黨徵召來參加初選的 不是他個人來的 其實嚴格講起來 不是國民黨 而是民意要求徵召他來參加初選的 這是民意 郭董你沒有民主的修養 一點都沒有 你本來是一個很神話 一個傳奇 我也蠻佩服你 可是今天你所呈現的所有的語言 所有的動作都讓我看來 非常的看清你 因為你根本沒有民主的素養 結果你竟然在參加這個總統的候選 這個是民意要求 不是他個人的意願 不是你說叫他讓他就讓 你叫他讓民意主讓他讓 謝謝 謝謝吳先生的意見 而且他一再不只讓他讓 還要他留守高雄就好繼續做 所以接下來 他有幫他安排好了 對…你就繼續留在高雄吧 所以我們來問問 在高雄的陳先生 喂 陳先生 喂 你好 你好 郭董講說三贏 要市長留在高雄 繼續打拚 不要選總統他來 我非常感謝郭董的大走鐘 他最近的大走鐘 讓他自己變成選票的毒藥 所以他禮拜一 聽說要組什麼第三勢力 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他跟誰配那個人 可能就會票房就會大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效應 就是因為他自己大走鐘造成的 他自己不能怪別人 我願賭服輸就是這樣 你自己的表現如何 你自己摸的良心 你要跟誰配 現在可能柯文哲 他還怕跟你走在一起 誰跟你配誰就倒楣 所以我不相信他會跟人家配 就算他配也好 國民黨的票可能也不會受他影響 因為韓粉跟鍋粉不一樣 鍋粉跟柯粉的相似度比較高 但是韓粉比較理智 會判斷對錯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走 對 下次第二個